丞相 陈林压来了 你就是陈林 是 你把我骂得惊天动地 珊瑚海啸 狗血临头 叫我听得好享受啊 今日我就在这儿 你怎么不骂了 我告诉你 人呐 骂是骂不到的 欲满天下者 往往也是回满天下 丞相说得好 你抬起头来 看着我 你看我这份气色 这份精神头 那都是叫人给骂出来的 那天晚上 我头痛发作 痛不可当 但是我读了你的讨贼西文 我的头痛立刻就好了 不要而语 但是我又一世不明 你骂我也就罢了 为什么要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都烧上了 他们与你何干 并丞相 那时候罪臣身为袁绍穆兵 受命撰写讨贼西文 所以不得不以笔为刀 痛下狠手 罪臣 请丞相赐罪 以笔为刀 岂止是以笔作刀啊 你的一支笔抵得上十万大军你知道吗 陈林 起来吧 谢丞相 当初我读你的大作的时候 就对你是又恨又气又喜又爱 今天我坐在袁绍的王座上 自然对你是更要刮目相看了 你的才气是寂逼人 有喜人 今后 智政 与民 清史丹淑 都少不了你这样的人才 当然 如果你要是不愿意做我的木兵 我就赏你一座宅子 二十匹绸缎 你仅可以关起门来阴风弄月 但是有个条件 写出了好诗文 第一个要送到我这儿 让我欣赏 我要先赌为快 你看可否 丞相恩威好大 古今难觅 最臣愿意归降丞相 这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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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起来 丞相 你看看 你和我之间 还骂出一份儿交情 今日我身世快活 你先去吧 我们回头聊 罪臣告退 这是什么 这是从袁绍内府中搜出来的书信 都是谁写给袁绍的 在下不好说 你看看 父亲 这些大道事 这 直说无妨 父亲 这些都是我方的文武官吏 写给袁绍的写 他们早在建安初年 就安通袁绍了 我看了 看了生气 父亲 他们拿着我们的俸禄 保守着父亲的恩宠 暗地里却被主同贼 现在罪证确凿了 我们只要依着姓名抓捕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他们自然是逃不掉了 但是抓住又能怎么样呢 斩 斩 那是不是应该把我也斩了呀 因为我也跟袁绍通过书信 而且我还拍过他的马屁 我说他是南天一柱 万事楷模 我况且如此更何况他们 可以理解 他们是怕我战败了 想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丞相明鉴 当年袁绍势力滔天 但仍非丞相对手 如今袁绍命归九泉 这区区书信 更谈何法